经过长时间的不懈寻找 阿祖法终究没有找到丈夫康特的身影 他的心中开始充满了复杂的情感 既有对丈夫的不满 也夹杂着身体上的疲惫和精神上的崩溃 连日来的意外变故如同重锤 一次次击打着他的心灵 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沮丧和无助 在这些糟糕的事情累积之下 阿祖法的内心深处开始涌现出一种悲观的想法 他开始怀疑 丈夫康特是不是并没有像他一样 急切地想要团聚 他心想 如果康特真的在乎他们母女 为什么至今都没有出现在他的寻找之路上 失落和失望的情绪在阿祖法的心中逐渐蔓延 最终汇聚成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他决定放弃继续寻找康特 转而依靠自己的力量 用勤劳的双手去重建新的生活 他明白 无论未来有多少挑战 他都必须为了女儿阿依达坚强起来 为他的未来撑起一片天空 在做出那个艰难的决定之后 阿祖法将目光投向了土地老者阿里和那个大胡子人莫森 他心中有一个简单而迫切的愿望 希望能够获得他们的允许 继续在那片土地上生活 虽然阿祖法清楚地意识到 这个愿望要实现将会非常困难 但他的意志坚定 不会轻易放弃 摄影师在阿祖法寻找丈夫的这段时间里 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 见证了他一路上的艰难处境 也理解了他心态上的变化 看到阿祖法做出了这个决定 摄影师给出了一个建议 他认为 既然阿祖法想要继续在那片土地上生活 那么必须要得到老者阿里和他的侄子莫森的同意 因此 找到他们成为了关键 摄影师分析了形势 认为老者阿里可能因为阿祖法不肯撤回 对他儿子的控诉而心存芥蒂 可能不会那么容易被说服 相比之下 莫森因为之前与阿祖法有过金钱交易的关系 可能会更愿意倾听和理解他的处境 因此 摄影师建议阿祖法先去寻找莫森 在摄影师的支持和建议下 阿祖法迅速踏上了寻找莫森的旅程 他首先来到了镇上的便利店 补充了一些必要的食物和水 在那里 他尝试通过店老板来打听莫森的住址 虽然没有得到直接的答案 但阿祖法并没有因此气馁 而是根据店老板的指引 前往镇上的繁华地段继续他的寻找 在繁华的街道上 阿祖法不断地向当地居民询问 尽可能详细地描述莫森的外貌特征 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找到那位大胡子莫森 尽管一路上遭遇了一连串的失败 但他并没有放弃希望 最终 在一群活泼的小孩子中 阿祖法得到了关于莫森的宝贵消息 其中一个小男孩是莫森的侄子 他听了阿祖法的描述后 确认他要找的人正是自己的叔叔 小男孩站出来表示他知道 阿祖法的心情非常激动 他立刻请求这个小男孩带路去找莫森 然而 孩子们原本有其他的玩耍计划 并不太愿意改变计划来帮助他 面对这种情况 阿祖法表示愿意用现金作为答谢 以此表达他的诚意和迫切需求 在听到阿祖法的提议后 小男孩同意了 答应带领阿祖法去找他的叔叔莫森 在小男孩的带领下 阿祖法终于找到了莫森的家 然而 当他到达时 却发现大门紧闭 小男孩的呼唤并没有唤起屋内的任何回应 小男孩没有犹豫 他伸手敏捷地爬上大门顶端 一跃而过 然后从里面为阿祖法打开了门 并走进屋内去 确认是否有人在家 小男孩的行动证明了那句话 收钱的服务就是不一样 尽管屋内空无一人 阿祖法的心中难免涌起一丝失望 但他并没有让这种情绪持续太久 他从摄影师手中接过事先准备好的现金 递给了小男孩 作为对他帮助的感谢和对他服务的认可 随后 阿祖法轻声拜托小男孩一个请求 就是如果莫森回来了 希望他能够转告莫森 有一个名叫阿祖法的女人急切地想要见他 并且希望莫森能够抽出时间来尽快与他见面 他的眼神中充满了期待 同时也透露出一丝不安 因为他知道这次会面对他来说意义重大 从莫森家里出来后 阿祖法打算往家里走去 他要回到那个变成废墟的家 等待莫森的到来